一人之下,起初只是一部连载的漫画作品,自2015年起便以特有的中国民俗文化内容吸引了许多观众。 当然画风和人物的塑造也是非常关键的,而之后由漫画动画画后的同名动画将这部作品的热度再次升高。 对于喜欢这部作品的观众们来说,如果与主角张楚兰相比,大家应该更喜欢里面的冯宝宝宝姐更多一些,毕竟在她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你,让许多观众对她的好奇心胜过所有。 而且那一口足以洗脑的四川话,看得久了估计都能学着说出几句纯正的川普话,四川普通话了。 其实除了冯宝宝独特的性格和特别爱瞒人的做事风格外,最令人在意的就是她与徐四元创的RA18式,每一招的名字都是那么的超凡脱俗。 在徐四与冯宝宝自创的RA18式中,当对手先发进攻自己的时候,以迅雷般的速度避开对手的攻击,并找出对手防御薄弱的地方。 以掌用力,将对手推出击倒的招式,被命名为老汉推车。 话说这个招式与名字,有些不太符合,毕竟推车要用双手吗?单手推出用这名字,有些不太形象。 18式当中,自身跃起是将全身所有力道都运在下盘,并以速度加力量等于破坏力的攻击方式,对对手造成巨大的伤害。 一般这样的一击足以做断前胸的肋骨,或者坠压到腹部,一定会让对手把几年前吃下去的过年饺子都吐出来。 这招如果挨时那受到的损伤着,是恐怖啊。 在宝姐向张楚兰展示招式的时候,里面有一招叫做毒龙钻的招式,用掌尖直戳对方的软肋或是腹部,给对手造成的伤害,其实不比前两招少。 而且,这一招一般在与对手过招时,很容易就得手。 当然这种说法仅限于高手,在18式里面除了体术意外还有用谢具的,就是宝姐经常用的两把刀,其中最尖的那把有点像日本寿司师傅用的那种片鱼片的刀。 但具体是不是就不深究了? 宝姐也说了,因为徐次觉得他的用刀比较锋利,因此取名为钢本0.01。 然而这是啥意思,一直没搞懂,可惜后来被斩断了。 当宝姐将体内的气汇聚到手中时为凝气,之后将手中凝聚的气团发出就是18式里面的中初,那架时有一种憋大招放原气弹的感觉。 虽然凝气的时候,那种气势非常的有震慑力,但是这招除了能击倒一拉罐对人可以说毫无作用。 虽然这招被列入18式里面,但却是一个日常娱乐用的。 虽然这招对人无效,但宝姐却很认真的开发出了加强版,也就是18式连续中初,以极快的速度发射出气团。 这种覆盖式扫射虽然不能对人造成伤害,但是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对手来说,要么被这么多气坛吓死,要么躲气坛累死。 不过除了连续这个加强版以外,曾经徐四好像还有一招没说全的较强制,什么的。 虽然该作品对大家好奇的阿威时,八式并没有全部展示出来,但是仅凭这几招就,已经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宝姐的强大。 而对于观众们来说,这些招式到底代表着什么?那就见仁见智吧。